各位官方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3月9号公式晚间新闻 我是银星怡 新闻首先带您关心由全国150多个公民团体发起的废核大游行 今天下午正式在北中南东进行 北台湾的主场吸引了大约5万民众来参加 有不少人是全家动员也有一人站出来 诉求停建核四 并且让核一核二核三场尽早除役 而在下午4点整 他们更发动百人拉起5公里的封锁线 将博爱特区整个封锁 要让大众了解 一旦发生核灾 距离核电厂四十公里的总统府 也将变成灾区 拒绝核电 拒绝核电 由蓝宇大物族勇士打头阵 309废核大游行正式展开 已经被迫与核废料共存三十年 大物族人痛批台湾本岛享受核电 却把有毒的核废料丢给他们 如果不把核废料牵出蓝宇好好处理 台湾就没有资格使用核电 被台湾这场大游行 警政署预估有五万人 主办单位则估计吸引了近十万名民众参与 人数之多是环境运动中难得一见的盛况 许多人都拉着一家大小甚至宠物 自发性站出来 还有小朋友非得带妈妈一起上街 因为他想保护家人 而游行队伍中也出现不少艺人响应 电影萌甲的导演纽承泽跟艺人软惊天 也都站出来表达反对危险核事件 旁边也有不少粉丝追星一起反核 民间团体更发动数百人 拉起五公里封锁线 在下午四点整 将整个博爱特区封锁起来 要让大众了解 一旦发生核灾 距离核电厂四十公里的总统府 到时候也将变成灾区一切归零 而废核行动会一直持续到晚上 民间团体也将夜宿凯达格兰大道 也强调以往游行是诉求反核 这次则要求要废核 台湾应该停建核四 让核一二三场尽早处役 记者 林先生们 谢麒文 SNG小组台北报道